花蓮县消防局三大队三名消防分队 每个月都会针对益销们做训练 不过因为新冠肺炎关系 祖训已经停摆了四个月多 今年有几位新进的益销加入 所以这一次是疫情后第一次办理益销祖训 花蓮县消防局三大队三名消防分队 每个月都会针对益销们做训练 不过也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祖训已经停摆了三四个月之久 今年有几位新进的益销加入 所以这一次是疫情后第一次办理益销祖训 那为了要强化这个技能的部分 所以说在恢复祖训之后 我们先以这个人命 我们个人的装备 个人的救命的器材上面去强化 然后复习这个技能 班队长表示这一次的训练是模拟火场的情境 让益销们戴上面罩 实际感受现场的情境 加强反应能力 那所以今天 我主要是模拟在火场里面看不到的情境 所以说请这个益销兄弟 穿着空气呼吸 起面罩并用东西盖住起视线 让他真实感受一下 在火场里面这种不知道方向的这种感觉 那加强其在火场里面的一个生存 适应的感觉 紧张人力有限 多数大型灾害现场都是需要仰赖 异销人员的协助 所以消防名利的增补更是刻不容缓 所以消防名利的增补更是刻不容缓 要呼吁民众踊跃报名加入异销行列 接着高双双玉米镇采访报道